冷空气真正的老家 不在西伯利亚 而在北极 那地儿大半年十几夜 没太阳 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 空气又干又冷 收缩成冷气团 北到头了 只能迎来而下 而西伯利亚身居内陆 本来散热就多 还不停迎接北边95%的冷空气 南边地势又高 冷空气一时翻不过去 只能在这儿囤货 当厚度囤到3公里 长度几百公里往上时 赫赫有名的西伯利亚冷高压就形成了 随后在西北风的引领下 时速逼近武汉公交 动辄刮起7到8级大风 气温骤降8摄氏度以上 年线同学各个翻修库 东路过内猛直达东北 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 就是这么来的 玩辣高空冷气团会继续往东 刮到日本 低空的被长白山阻挡 折成东北风 经渤海到华北 再一路向南到达长江一带 西路摸着天山边缘而来 在新疆和大夕阳来的暖湿气流 激烈交风 暗生暴风雪 一路翻越秦岭 北南边来的暖空气 幻化成雨偶尔加点血 快领两雷拍森猴奶 那么问题来了 明明南方更冷 为啥还没暖气 村长下期接着聊